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S对二甲本工厂 爆发了流血冲突 还有云南昆明民众 抗议新建炼油厂 以及最新的暂时号 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 渔航区民众反对垃圾厂新建 这显示对社会安定 跟经济发展有哪些警讯呢 访问治理技术学院 国贸系主任张宏远 张主任来为我们 做进一步的探讨 非常欢迎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首先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您观察大陆不时发生 这类社会暴力事件 大概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想中国大陆最近这十年来 其实它的社会维权事件 乃至于社会集体事件 层出不穷的原因 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经济快速发展 导致社会结构失衡 那一般的民众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所以以抗争的方式来保护自我 那另外一个呢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过程当中 由于它国家体制的关系 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党国体制手中 所以一般的社会民众 在党国体制决策出现落差 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 透过集体维权的方式 来保护自身权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的社会维权事件 乃至于社会集体抗争事件 在背后都是自身权利的维护 以及对国家政策 乃至于执政的政府部门 表达不信任的一个作为 其实看媒体所披露 这样子的画面或者是讯息 其实在台湾 似乎好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想呢 两岸的社会体制是不太一样的 我想进一步 我们就要来看看 在中国大陆 目前我们看到几个事件 他们所采取的处理做法 是不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或反而是会造成反弹呢 我想反弹的力量当然是很大 那么由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形态 跟台湾是有所不同 台湾的社会形态 相对我们的多元机制 乃至于社会包容力 乃至于社会互信的能力 其实是比较先进 而且也比较成熟 那以最近这一次 太阳花学运事件来看 不管支持或反对 但都不可否认 其实我们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 乃至于公权力也罢 乃至于参与的民众也罢 都有自我克制的表现 可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 它的社会信任 以及对于政府执政当局的 一个怀疑 其实是很深的 那么在这个怨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对于政府部门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信任感 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冲突 往往会对于政府施政 或是政府执政的效果出现质疑 所以在这样情形之下 反而会加剧社会行动 使得社会抗争的 那个激烈程度会增加 但是中国大陆中央会做事 不管吗 我们如果看中国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在去年上任以来 他一连串的一些动作 似乎是不是会把这个力道加强呢 还是各地 其实还是有各地方政府 他们有不一样的做法呢 因为透过民众的抗争之后 我看到有些原本要新建的 比如说炼油厂 就目前暂时就不施工了 好像也有一定的效果 是 我想主持人问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关键性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政府体制 其实它是三级政府体制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 地方乃至于省市 中央一级 然后省市一级 然后地方一级 地方的县市一级 这种三级行政制 那在这个三级行政制当中 它的党国体制背后 我觉得最值得关怀的就是 地方所发生的冲突事件 往往需要上一级政府来解决 上一级政府 比方说我们这次看到了杭州市 那杭州市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抗疫焚化炉 兴建的问题 那浙江省 省一级单位就要下来来处理 那如果事件衍生越来越激烈 那中央会在全国的高度上 对于这件事情受出定调 还是自信的想法 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 那么中央对于地方所出现的 这种维权或抗争事件 它的态度是超然的 它的政策的公信力 会受到地方的支持 所以这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它的社会运动里头 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也就是地方的民众 不相信地方政府官员 所做的政治安排 乃至于行政的解决方案 它会越激 而期望上一级的政府 能够给予他们支持 给予他们抗争的合法性 各位听众印象深刻的话 在2011年广东乌坎村的 这个民主抗议事件当中 其实最后台版解决问题的 其实是重要 那地方官员 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处理纷争的合法性 其实已经在抗议的过程当中 被消解掉 那必须要上一级政府 那至于中央 因为这个事件 乌坎事件闹得比较大 中央来拍板定案 然后由广东省省委书记 当时的汪洋来 进一步的究竟解决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的政策 对于地方而言 它是利益超然 那也具有调解地方 抗争事件的能量 那问题就在于 现在的习近平 所代表的中共中央 在面对中国大陆 大范围地区的 这种社会事件 或者是抗争事件当中 它有没有办法 采取一致性的态度 来面对呢 所以我们就像 老师您所分析的 这中央在维持 社会稳定做法 是不是会更严厉啊 因为我们是关注到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中国大陆 也是在去年 开始习近平主政以来 打贪官的力道了 不手准 是 那么这可能 是不是要后续 来做进一步的观察 才可以知道说 中央是不是会出手 我想主持人 您这个关键点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 把它做一个 完整的讨论 我觉得是一个 有意义的观察 因为就习近平的角度而言 我们都知道 他在即任之后 调整了中共中央的 政治格局 特别增设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以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角度 回过头来 对内对外 采取一连串的维稳 或者是外交 这个主权伸张的 这个作为 我们正在观察 他这个新的政府能力 或者新的政府组织 他的表现为何 的确在前两个月 我们看到 因为新疆事件 所引发的暴力冲突 中共中央的政策 是严打 那么用比较高压的 方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硬的这个方面之外 我们也看到他有更软的 更和缓的方式来解决 但硬一手和软一手 我觉得这两手策略 我们必须同时观察 所以我们看现在在中国各地 因为环保事件 或者是因为土地问题 那么所引发出来的社会运动 那中共官方基本上的态度 我想应当是防止恶阻 避免事态扩大 然后以疏导说服 乃至于补贴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 承认地方抗争合法性的方式 能够疏解民意的压力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的地方民众 的确已经感受到 抗议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能够帮助他们 在既有的政治立场下 维持他们想要的目标 也就是在不颠覆中国共产党 或者与中国共产党 抗争的情形之下 然后他们能够 把自己的这个目标 完成出来 那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目前观察到一个 比较值得跟各位报告的 一个趋势 那这个跟台湾 其实是有点差别的 一般我们在台湾 所观察到的社会运动 主要是针对执政当局 乃至于是执政党 那么采取不信任 或者是反弹 那在中国大陆 各位可以理解的 就是他在一党 专政的情况之下 那么他是由上级 中国共产党 对于下级 中国共产党的 党内运作的方式 来解决掉 在政治施政上 或者是在 面对社会群众上 异议事件的立场上的差异 那对于地方的民众而言 他得到了上级 领导人的关怀 那么他得到了 上级中共高层的注意 然后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任务 获得了理解和支持 所以他对于 中共政党控制而言 他们带来了一个 全新的课题 也就是如何区别的对待 不同的民众抗议事件 它背后的组织性 以及它所产生的威胁性 那么这可能会起了 一番的示范效应 所以对于中共当局 应该是一大的挑战 所以如果说 在聚焦在经济面的话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也正在进行 所谓的产业结构转型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所以对习以政权来说 可能就会是一大干扰 因为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 一个结果 目前可能就是不见这个炼油厂 或是焚化厂不见的 那中国大陆的中央 可以容忍向这样的事态 继续演变下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放在台湾来看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大概在1990年代中叶开始 台湾的产业 在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面临到了社会运动 乃至于环保运动 或者是劳工运动的抗争 那么后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以产业出走的方式 来回应这个抗争所带来的 台湾经济格局的挑战 那么当台湾的产业外移之后 那台湾的内部的产业结构 就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那这个20年来 我们一直在这个变化当中 寻找出路 那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去观察中国大陆 那我们来看看 它解决问题的筹码 是比我们当年来得多 或者是比我们当年来得少 或许就是一个 有意义的事情了 那么以大陆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经济发展较优的地区 如华南以及华东一带 那么国民所得较高 那居民生活意识 也比较明确 那么对于环保的态度 也比较现代 那也因此 对于一些高污染性的 经济设施 如石化厂 或者是炼油厂 乃至于类似像焚化炉 或者是火葬厂等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在学术上称之为零币 零币事件 就是这些事情可以 这些建设可以发生 但是不要在我家后援 这样 那他们也出现了反弹 那么也出现了一些质疑 那面对这样子 我相信任何的政府 在类似的这些工业建设 或者是经济建设的布局思考上 它都有它的一致性 但在这个一致性的背后 考验的是政府的施政能力 和对于民众的沟通能力 在一开始节目当中 主持人您提到杭州 最近有这个渔航事件 那么也就是当地的居民 抗疫焚化炉 那抗疫焚化炉这件事情 听起来可能是一个 单纯的零币事件 也就是焚化炉 大家都需要 但是垃圾送到我们家后面来烧 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 但您进一步去观察到 它背后所看到的是 它所发生的地点 于杭中泰乡 这个地方 垃圾焚化炉所预定的施工地点 刚好是当地的水源地 那这个水源地 也许跟民生用水有关之外 它还跟在杭州地区 非常知名的龙警察的种植有关系 那在这个背后 那我们就看到了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点 民生用水的地点 来兴建焚化炉呢 那可能的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地方政府在选择 兴建场地的时候 那么市值跳软的吃 那就是在地的民众 可能是比较 没有集体意识 维权意识较弱 所以政府把这个 高真意性的这种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 出现快速变化 特别是在社会议题的交流 伴随着行动 通讯装置如手机 或者是平板电脑 意见的交流越来越快 所以在这次事件当中 政府打得如意散反是 我们把焚化炉放在这个地方 民众 在地的民众 环保意识较弱 社群意识也较薄 恐怕可以是比较好处理 但没有想到 在讯息的快速串联之下 马上就引发了 在地民众的反弹 食调危机 食调危机 那这个地方 其实展现出来 是一个不信任感 我们没有机会 去了解整个中共当局 在包含在省市一级 他们的相关经济建设 背后是不是 有完整的 缜密的规划 如同在台湾 有进行环保评估 对 那么环保评估是否确实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是 这个政策 它背后 有它可质疑的地方 而这个可质疑的地方 在搭配上民众 对于地方政府官员 施政的不信任感 很快的就变成 是一个社会事件 所以它的冲突点 就在此这个地方 扩大变成是一个事件性 也引发了 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是 是 我想中国大陆 中央当局很怕 整个大火燎原 不过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两岸的 这个社会公民意识 似乎都已经崛起了 对 对政府来说 都是一大挑战 最后我想请教老师的是 那台商在大陆的投资 经营 似乎是又面临了 在90年代的 台湾那样的现况 应该怎么样 因应中国大陆 这样的环境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 我想台商在90年代的时候 也曾经因为工商事件 以及劳资问题 引发了很多的冲突 对当时的冲突性质相对单纯 主要是厂商 工厂和劳工之间的劳资纠纷 但在最近各位可以了解到 在东莞我们的台商 那么面临到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在这个抗议事件当中 其实它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也就是对于劳工的剥削 是否合乎厂商社会责任 这种所谓的企业价值的问题 被带出来 那台商在面对过去 那我们相信跟地方政府配合之后 往往就能够把事件给 这个演下来 但现在这个问题 已经不再是那么单纯 它已经变成是台商的社会责任 台商的企业责任 那这个在责任和价值的背后 它其实牵涉到的就是 公共关系 企业沟通 台商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商 作为一个进步的企业形象 它必须要跟社会沟通 必须要跟群众沟通 必须要跟在地的民众 有更多的互动 这对台湾的厂商 未来要深化自己在大陆的企业形象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那么也因此要呼吁在大陆努力的台商 除了在生产和技术的研发之外 开始也要多所琢磨 在地的公共关系 在地的群众关系的经营 而不能够单方面的把宝 全部放在跟地方政府的 这个政器关系的经营上 好 非常好 这个经营上要有所改变了 好 今天要非常感谢 智力技术学院国贸系主任张宏远 从中国大陆各地发生社会暴力事件 来进一步探讨 大陆社会稳定 充满了哪些挑战 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台上 要留意哪些投资风险 要做哪些改变 提供相当深入的观察跟建议 非常谢谢张主任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